新古国小举办的课语魔法学院 每天都会安排了不一样的活动 让亲子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学习说课语 例如特别规划的美食叫做 就让亲子一同品尝了创意版的客家年糕 走进课语魔法学院的教室 可以闻到一阵食物的香味 原来指导老师教导大家 制作创意版的客家年糕 一边品尝美食的同时 一边学习相关的课语 今天这个是用客家的年糕 然后搭配起司片 因为年糕都很甜 可能就是小朋友都不喜欢吃 或者大家都吃得很腻 今天有一个创新的吃法 就是搭配起酥片 起酥片就会有点咸咸的 刚刚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 他以前都不敢吃年糕 而且也不喜欢吃 可是他今天吃了这样子 自己亲手做的 然后他觉得说他以后他就敢吃了 对 那因为年糕是我们客家的那个美食 对 所以那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小朋友可以喜欢 年年糕生 好 这一次哦 来 年糕 年糕 年年糕生 对 没错 妻子们在一边学习相关的课语时 也能认识客家文化 透过指导老师精心安排的课程内容 无论是从未说过课语的家长 还是学生都觉得收获多多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教学 让我们觉得很充实 每天都不一样 而且最基本的就是学到一点点课语啦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接触 就谢谢老师还有同学大家都很热情 教我们也有同学 他们有的参加好几次了 我是第一次参加 因为不像那个上课要那么认真 就可以就是可以比较不用那么严肃 这边可以比较放松一点 我觉得很开心又很好玩 然后又有趣 那我原本从不敢吃年糕 到喜欢吃年糕 校方和指导老师也相当感谢新北市政府 客家事务局提供经费补助 才能让这么有趣的课语魔法学院 得以顺利开课 也让参与的亲子成为宣导课语的小小种子 记者方见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